好另外以后在街上这样的熊猫外送场景 是不是再也看不到了呢 为什么因为Uber今天宣布 用9亿5000万美金的这个现金 相当于超过新台币308亿元 要来并购Fupenda台湾的外送事业 整个并购案预估在明年的上半年 就可以完成交易 那如果真的并购成功的话 算下来我们的Uber市占率 达到8成这么多 在今天Uber的台湾总经理 也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台湾是Uber全球重点的市场 他们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 是相当有信心的 而Fupenda他们也进行解释 他们说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集中资源 而在全球市场的营运上面 在并购案之后 前景看起来是更好 但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真的并购成功的话 那接下来他们的市占率达到8成 难道不会有垄断市场的嫌疑吗 所以公平会接下来也会有四大原则 来进行审核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集中度 再来就是并购方的定价能力 以及合并案的协同效果 最后就是市场效益 在今天公平会的副主委也强调 他说并购之后市占破8成了 虽然不违法 但是还是需要审查 绿色和粉红色的身影穿梭 大街小巷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生活日常 但双方竞争突围的现况 出现变化 Uber十四日宣布 以九点五亿美元 超过三百零八亿元台币的现金 将并购富片大台湾外送事业 我们希望于二零二五年 有机会能获得此并购的核准 这项交易还要经过公平交易委员会 等主管机关的审核通过 在审核完成之前 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 而Uber十有别于全球市场 唯独在台湾并购的原因就是 台湾是Uber全球的重点市场 Uber十还透露 看上双方都会区与非都会区的市场互补性 并购后合作店家总计将超过十万 也希望透过使用率提升 有更大的推出优惠空间 衍生广告词 如今也可能并购到对手 但这样的结果却让专家忧心忡忡 根据调查 台湾消费者的使用率 以Fu Panda73.6%毒棍 Uber Eats则达57.6% 位居第二 而且比起Pizza Go 小石达 虾皮 美食外送等竞争业者 有双位数的差距 面对这样的市场版图 审核主管机关公平会表示 市场集中度 并购方提价能力 协同效果和正面效益 都会纳入考量 并购案是否通过 还得看审查结果 专家也表示 若最终没通过 两大龙头在台湾的竞争 也将持续下去 如何选择 关键还是在消费者身上 华世新闻 曹生苏云宽 SNG小组 台北 台本报道